这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吴林说应该是说麦美娟 她的样子很恶死能登 她其实是这样的 她是这样的 她有霸气、有官威 有些人很支持她 就是说她有官威,所以我支持她 她有官威的话,其实一般人是很惨的 我说过实情 现在讲一下主题要讲的 是不是真的疫情大爆发国内 无可否认一件事 有肺炎肺炎的疫情,这是真的 还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是高发的 这也是事实 这是没错的 但是呢 1号的时候有人在上网爆料 就说 不同地方,已经下线了一年的 绿马,即是健康马 就在个别城市重新出现 那 究竟绿马出现是怎样呢?是什么讯号呢? 其实 有媒体报道了 就是 四川天府健康通 就是广东地区 粤康马 也有显示到一个绿马的情况 那 她有一个实时的 她的时间就是 1号下午5点左右 有她截图 那 如果你用微信小程序 搜索广东政务小程序 粤省市 首页的左上角 就有个粤康马 但是粤康马就不用验证身份的 有个广州仔 就登陆了粤省市 接着就正确查到 就是粤康马 要查才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广州仔 接着也去找广州市民 经常用的 叫做 瑞好办 查询健康马 也查得到有健康马 她就说 很神奇 健康马已经下了线了 其实 健康马在今年年头 已经下线了 就是今年2月16日 已经下了线了 那时候的公告就说 针对下线的服务 我们会有 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销毁服务相关的所有数据 其实保障个人讯息的安全 那么 那些人 当然觉得奇怪了 是不是因为现在又有疫情 所以那些健康马是拿出来的 那 有人就打了去 广州的卫健委那里 和市长热线 那 卫健委那里就说 这个健康马不归卫健委管的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 亦都多谢 网友Link Stellan 你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你 还有就是 Clarum和Mavrik Wong 亦都非常非常多谢你们 吴林就是会不会回大陆 又要隔离几天 我就告诉大家 不会的 暂时看起来 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 在内地的 呼吸道疾病的疫情 加回引号 其实我也不认为是疫情 说真的 是一个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 这件事昨晚在 轻轻松松九中最后也有说 其实现在美国也是三亿齐爆的 根本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正在发生 新冠加流感 再加上RSV 这个组合是全世界都在爆 国内就多了一件事 就是资源体肺炎 还有其他的 就是在英国也有 甲营链球菌 那些 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 强盛说 澳门公共设施好像下了大罩令 那么 我不知道 这个 强盛你的消息我不敢肯定 但是 就算有也不奇怪 因为 你在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叫人戴口罩 我认为是合理的事 我的看法就是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 当然有些人要说 这个是有问题的 花花就说 卫健委说有精准治疗 不需要担心 我建议大家 只是戴口罩而已 那你说 会不会 用这个 绿码的问题 其实绿码已经没有用了 有人试过去河南 他们有个健康码 那他们的界面 就说已经停止了服务 那 这些绿码是否真的 重出江湖呢 我的看法就是 它的系统继续在 那 如果真的有 好说不好听 有另外一次 新病毒的疫情出现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事 一定要讲清楚 就是 有没有可能 就是 有新的病毒出来 会爆发一个大的疫情 我是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 你从来都不能够抹杀的 这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Bill Gates 他之前也写过一本书 他就有说到 就是 世界的疫情 根本是很正常的 这些是有疫情 因为 Bill Gates 其实在2015年 已经说了 2015年 已经说了 如果这个世界 爆疫的话 我们是没有准备好的 这是Bill Gates 2015年 说的 他接着 就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 有说到 他想 觉得是怎么样的 他说 那本书 写着 How 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 如何避免下一次的大疫情 那本书 这个 这本书 我在图书馆借过一次 但我还没看完 我看了一部分 其实 根本 这个世界 现在第一件事 就是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 根本就很容易 会令到 有一些 就是 可能 根本就是 藏在地球 不知道哪个位的 病毒 这些病毒 就要出来 你说这些病毒出来 会不会第一时间 立刻可以感染到人 不一定 但是 那些病毒 其实也不断地进化 现实就是 那 如果那些病毒 本来感染不了人 然后变得感染人 这个不一定是人做的 现在有些人说 这个一定是人做的 本来感染不了人 现在变得感染了人 就一定是人搞出来 你不要看到那些人 就是这么厉害 那些科技 没错 现在的科技 但是你说 要弄一种病毒出来 要可以大规模传播 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这是很困难的事 KKX就说 外国传媒没有人说 香港新闻又不报 网上经常说 全国国内大爆发 只有我在网上 只有我在网上 我说的是 你大爆发 也不仅是中国的事 现实就是 你其他地方也有疫情 我昨晚也有说到 美国那里发生什么事 西方媒体不是没有报 我一定要说 只不过是香港媒体 没有说美国发生什么事 我说的实情 自从解除口罩令 多了人病 又坚持戴口罩 出街保护自己 其实我认为 也是应该戴口罩的 看看 KKX就说 多数是感染毒物 再存人 其实 这些东西 你只要人和动物是有接触的 就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跨物种这些东西 所以 你说是否 有新病毒 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就告诉你 不是 其实到现在也是 很多地方根本还没准备好 再应对一次大的疫情 你说现在是否有大疫情 现在我就可以 差不多百分百 告诉你 应该不是 我不敢说百分百 因为有可能 有些新的病毒 但是 现在看的情况 就不像大忌苑那些 也不像东方那些 内地有严重的疫情 其实就是新冠加甲瘤 再加RSV 这三样东西已经很厉害了 接着国内还多加一样 就是肺炎资源体 肺炎资源体 为什么会这么大事 其实有抗药性 这个其实我在节目之前有说过 用的那些药都不是这么有效 不过 有些中医就用中药 那就有效很多 所以国内有用中药 其实我的看法就不用那么害怕 不过就是要做足预防措施 就是戴足口罩 注意个人卫生 洗手洗手洗手 学回董太太了 又去回董太太的时代了 就是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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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来人间 其实最早受影响的一定是俄罗斯 其实西伯利亚也乱了很多 你说西伯利亚乱了很多 那会不会影响到中国 我就告诉你 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 因为他们现在 中俄的人民交流 是多了 那你说要不要阻止这件事情 我就说不用 因为其实 现在有了应对疫情的经验了 国内 你说要不要需要 很害怕 我就告诉你 真的不需要 河虎说香港媒体最喜欢说 中国会有疫情的新闻 其实香港的媒体 为什么会说中国有呢? 就是因为 现在通关了 很多人上大陆 这些东西会随时走到香港 这些致病院 那你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就说 流感新冠的那些 其实全世界都有了 现在RSV那些 全世界都有了 你就避无可避 就不是说 可以在关口那里 检疫 捉了一些有疫的人 不让他们入境 现在这个环境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我一定要先说清楚 那 我村委书记老爸说 看到有一个德国博主的 德国媒体有说 其实 如果我没有搞错 德国真正爆三亿齐爆 就是去年的事 德国和英国也是 他们几样东西一起爆是去年的事 我们这些都是去年的事 几亿一起爆 今年新冠是回来的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流感也是一起爆 RSV也是一起爆 所以这三美根本也是一起爆 之前那年还多其他那些 总之都是上呼吸道就病了 伤风感冒 你说要不要很担心 我一跟大家说不需要很担心 你就要戴口罩 洗手洗手洗手 那就OK了 事情已经搞定了 不需要很害怕 好像东方那样 好像台湾那样 要抽出患疫的人 真的不需要 还有健康码 你说如果有需要 国内会不会拿出健康码 我认为会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新的致病源 美国疾控中心也相信 中国是没有新的致病源 但是有些中国人也不相信 这个真的好笑 国内也有人不相信 没有新的致病源 美国也相信 对吧 美国疾控中心真正说得是 都相信 都相信中国 是不是 CM James Ho 说 现在政府趁索的姑娘 都要留一些老人家 其实是建议大家 也是打的 其实我们的Facebook 有个群组 有个人不断地反疫苗 但是这不代表我的立场 我一定要说 只是让他说 他喜欢怎么说 就怎么说 我就不会同意他的立场 我也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能够打疫苗 就尽量去打 还有新冠有新版的疫苗 XBB1.5 在香港现在又出现 XBB1.5的疫苗 你合资格的人 最好是去打新冠疫苗 就是 你XBB1.5的疫苗 加多一支针 很小事而已 当然打针会不舒服的 我自己也试过打针 打完之后 是累了几天的 但是 你起码会安心一点 是不是 对不对 衰腾经一就说 外媒又抹黑中国 歧视华人 他当然有部分会是这样 不是全部的 我一定要说 其实 通常都是极右媒体 最糟糕的 我不怕说 最糟糕是他们的 政棍分裂完 他就说他打了 XBB1.5 在香港是新的 所以如果 你预约到 有合资格 最好再打一支 我的看法就是 不过当然 有些人就说 疫苗没用的 一针也不打 你也可以有这样的 抉择 我觉得没所谓 大家有自由 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 疫情严格来说 是过了的 Terry Joe 说 加拿大的卫生官 也建议大家戴口罩 医院的ICU 也开始有很多病患 其实 今个冬季 在北本球 是一定会 很多人会不舒服的 因为 今年会冷很多 其实是 说到这里就算了 Ko Kimi 说 不用怕 戴口罩吧 在万宁买很便宜 其实那时候 那些人都把口罩都扔掉 我已经说不好 其实我那时候见到 人家整盒新的口罩 都扔掉 我已经跟他们说不好 就是 在人多的地方 你最好也是戴口罩 其实就是 那 Sam Pig Lange就问了一个问题 是否政府医院 能不能戴XBB 1.5 这个呢 本来我打算不说 不过 我可以立刻查一下 究竟在香港的XBB 是刚刚才批准的 如果我没搞错 他就 应该是可以 可以打的 大家看看旧消息 在今年 10月的时候 其实 香港医护的专家 已经建议香港市民 就打回XBB 1.5新的疫苗 但是当时他建议的时候 他的特区政府是未有的 这个是未有得打的 那现在 我的理解就是 这个XBB 1.5 就是 这个就是 11月30日的时候 这个 因为我是看了香港的消息 11月30日 他就有10万剂 新一代XBB 变异株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就是 这个就是 復必泰 Omicron XBB 1.5 30 MCG per dose 已经运送底港 政府人员在 11月30日 已经随即按既定程序 进行检查和核对 确保疫苗产品 符合相关冷链 运输标准 并且将这个疫苗 存放在经验症的超低温冷床柜 按药厂指定的温度 妥善保存 那 现在第一批可以打的人 就是优先给较高风险人士 那 就是 在院舍人士和65岁以上长者 接种安排的详程 就会在这个月初公布 但是 是未有的 就是 我一定要说是未有 现在大家先投票 哈哈 其他事情就不用搞了 第一件事就是先投票 也要多谢租消你的支持 非常多谢你 我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其实真的 真的差不多了 不过 如果你要打疫苗 你要留意政府的公布 我会跟大家说 其实他们 为什么有时候 我觉得这么 不开心呢 就是 好像这些事情 要做的事情好像不理 要做的事情就不理 但是 投票的那些大龙鳳 就出尽全力去搞 对我来说 很大的落差 我认为 特区政府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特区政府从来都是 因为实事就会先做的 那些大龙鳳 就不会搞的 为什么我对这届政府 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 这届政府搞太多大龙鳳 要做的实事的事情 它是不做的 所以我才是 心中有气的 我一定要说 好了 我说到这里就算了 我相信有些网友 都是同样的看法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明天再跟大家 神旺第一线见面 今晚就不会有九宗序 但是今天下午就会有 正向世界 希望大家也支持一下 珍比斯和大马sir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那 明天再见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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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